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要求的年轻人如果愿意到职场当中继续打拼的话 一个好学生转变成一个好员工 指日可待 谢谢老师 恕我抱歉 我看见您眼睛好像有点不太方便 是的 是的 对 我右边眼睛以前受过伤 然后受过伤什么 视力怎么样 视力会有一点肯定是弱一点 右眼视力大概多少 右眼视力的话可能就是前三排吧 就上属前三排的样子 左眼视力 左眼没有问题 对 左眼没有问题 好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英语会计双学位 对 是吧 对 我是应该是年纪前20% 我是保送到对外经贸的 口语参加过哪些比赛啊 那个第四届海下两岸口一大赛 我是湖北赛区的第三名 然后华中赛区的第一名 然后在全国大赛我是拿大六胜奖 这个大学期间从事了哪些兼职工作啊 我是研究生期间的兼职比较多 我之前是在微软SMSG Readiness 负责大陆区的所有新技员工的培训工作 然后在苏利市保险的代理渠道部 来负责整个渠道的所有的知识性的工作 你这实习工作都是在世界前五百强 是吧 前两家的话都是在世界五百强 苏利市财产保险公司 微软中国公司总部 国际节能环保协会 前两家都是 对 还有两个你最重要的证 你没说啊 拿了两个国家非常权威的证书 上海高级口语证书和人数部二级口语证书 上口的通过率稍微现在很高一点 但是人数部二级的话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一般都是专业的MTI学生 可能不一定都能全部都通过 是国家最权威的两个口语证书吧 我们请熊上文来考一下他的英语 看看他的英语口语到底如何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你帮我口译吗 还是跟你翻个话出个难题 远看山有色 静听水无声 你把它翻译一下 You look at the mountain from the distance You see the color of the mountains You listen to the water near the water And you hear what the water sings 翻得不错啊 不错不错 但要是我出个题目估计你就翻不来了 我上次有两个口译专八的孪生兄妹上来了 上次那个话考你 上次翻的这个字面一死一般般 你再翻一下 你知道你所以你不是你 你不知道你所以你顺义 You know what you can do So you know what is the truth of yourself You know what you cannot do So in this regard You also know what you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翻的 都是翻字面意思 但其实它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你用中文来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其实不是特别懂这个 所以它翻是只能翻字面意思 但是英语肯定是过关的 对吧 这些俗语很难翻的 人家翻译反应特别快 对吧 特别反应时间很短 对对对对 但是它今天是来运营策划 都不是口译啊 运营策划 你来说一下你所理解的 你这个运营 你有过这样的工作经验吗 比如在微软的时候 我是因为整个这个培训项目是非常大 我们有3D200 每次300多位学生 然后20多个课程 我是全程协助整个 从前期的我们说课程的 每个人的课程的具体安排 到后期的话定场地 然后准备材料 到后期我们请老师过来课堂的 课堂协助 到之后的话 学员的一个就是反馈 这都是我们来进行的 包括在刚刚结束2014年 环中国公路自行车赛 我是作为组委会翻译 以及赛事部助理 全程参与这个国际活动的组织运行 以及现场协调 张乐我插一句 如果我在这 你在那边微软的实习工作 你喜欢它在哪一方面 我很喜欢那种 就是我可以拿到手一个东西 然后通过我的努力 把它调理化 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让它整个流程 过得非常顺利 对你来讲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所以我应该是整个项目的 就是这个整个管控吧 因为我们所有的学员 都是销售人员 包括甚至包括manager级别的 然后你要跟他们去抢时间 这其实是挺难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要保证就是每一个 培训进行的时候 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到位的 是没有问题的 老师那边没有问题 整个流程可以安全的进行下来 而且要保证出轻率 其实我这里也倒有个 非常合适你的工作 但是这个工作岗位 可能在上海 这就直接发offer了 我先问问一下 你在上海你是否有地域限制吗 北京青岛 但是我想上海是很好的一个城市 我也考虑 今天来有一项企业 有的 来说一下 通灵珠宝 通灵珠宝 58同城 58同城 优满家房 优满家房 你有新手的要求吗 我想 我在上面写的 我要的大概是在6500 6500 对 好 第一轮选择 去活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猜 有什么准备吗 有的是一些我过去参与活动的一些照片 来看一下 这是我在2014还中国的时候做的赛事助理跟作文会翻译 这是这两位是我当时服务过的国际裁判 左边那张是在中立创新论坛 跟我在一起的这位是威尼斯大学的一位教授 中间这个是在DI中国亚太地区邀请赛 我是作为美国国家地理的联络官以及翻译 然后右边那张是在中加漫游论坛 这个是格林机械的一个很帅的小哥 这是我当年在那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管理团 当时我是担任团长 这是我们演出的一些照片 前排右边 你会演奏乐器啊 我会 你为什么 我会长笛 当年是长笛部的首席 长笛首席 今天来了一个姑娘 今天来了一个姑娘 非常自豪地跟编导说 当年我在选择管弦乐器的时候 我知道长笛最难吹 我很自豪地把它吹响了 就是她最自豪的一件事 这长笛首席 而且丝毫没拿这个事来炫耀 很低调 不错不错 我最喜欢你 谢谢 我作为能下的男朋友压力 多大 这个给我个机会啊 她刚才表达了一下对我们有意向 所以我想问你们啊 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你过往的这个管理经验当中啊 项目管理的经验当中 你认为在一个项目的管理的过程当中 哪个部分是最重要的 嗯 我想应该就是 各个部门每个人都知道自己 清晰的指责划分 以及手里有足够多的资源来应对突发情况 好 好那个赵乐 嗯 很高兴你把通灵珠宝作为你的第一选择 没有 通灵珠宝非常有趣 我在这里我要述个苦 嗯 其实在在我参加这个节目已经一年多快两年了 我一直想招一个柏林电影节的一个项目经理 或者项目管理人员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招到 啊 就我睡 我我我他来了以后 而让我眼睛去放光 那我都开始有点口吃了 那我就问你一点 呃 假如说你负责这个 这项工作 那你觉得这项工作有哪几点你要特别注意的 我特别喜欢他一听问题马上诚实 他绝对不抢先回答 一定做到汹涌成竹 再把它说出来 嗯 呃 不好意思 老师 因为我也是一个应接生可能说的不是特别好 我现在能想到的可能是 两点 第一点的话就是珠宝的挑选 因为这毕竟是代表通灵的一个形象 珠宝必须要非常的有创意有灵性 第二点的话是要保证公关传媒这边的曝光率 因为花了这么多的资源精力在里面的话 我们是要保证一个媒体的一个非常良好的正面的一个反应 以及我们的珠宝可以保持它的曝光率 我再有一点 我提醒你 任何企业都想省钱 要控制成本 嗯 这是一个项目经理一定要做到的 我倒不觉得他说这两点有多出色 他说这两点的前面两句话说的太好 不好意思老板 我是个应届毕业生 我可能说的不太好 但我现在只想到两点 他真会说话 说的真舒服 那个我也想问一个特别露的问题 就是我已经喜欢你喜欢到不行了 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吸引你 就我们的行业有什么办法能吸引你能告诉我 你这太绝了你 我怎么做你才能够有可能考虑我几秒钟 嗯 没有没有老师这个我真的是受宠不住精细的老师 我这个问题我必须要追加 就是 你等一下 互联网 我这表态是爱的 有传统和未来 稍等 你有点风度好不好 人都选了你第二个 稍等 大家都在反光 很简单 姑娘直接告诉大家 稍等 年轻一百万就可以了 没有 没有哪敢哪敢 第一的话可能是最好跟海来业务相关 因为毕竟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 虽然不把它当专业 但是也不想把它就是完全的扔掉 第二点的话我想可能我想加入到个好一些的团队 然后能够加快自己的成长 同时也为公司创造更多的效益 郭老师 我对赵乐有一个问题 我也比你问 我抱歉 我插个嘴 其实到现在 其实问不问都不重要了 我感觉到一场大战即将到来 当一个老板已经说出来了 当一个老板已经说出来了 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你喜欢我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问了 你们准备好自己的招数 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各位啊 这样的好时候不是每位老板都有机会碰得上的 我好久没这么兴奋过了 这舞台上好久没来过这样的人了 是吧 我就特别喜欢看到你们互相残杀 来 接着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谈议开始 我给你的职位是在北京的职位 是做你现在做的项目管理 我会给你一些时间 我亲自带你 这是一点可能能够竞争的优势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能给你一个机会 就是说我们三年之内 能够让你去英国的公司 或者加拿大公司 任选一家公司去轮港一年 然后给你发那边的工作签证 谢谢老师 好 这已经下了一季 你要稍微那个啊 这已经发出了一期猛要了 亲自带你 给你发那边的签证 来我们来听一下 陈浩又会抛出什么样的优厚待遇呢 就是你喜不喜欢我的企业 我就坐在这里 你灭不灭我的灯 我都会一直等你 谢谢老师 我想优秀教育集团 要满足你那两个条件的话 肯定得是我们总裁办的管理培训生了 那当然如果你愿意 做我的助理 我也很欢迎 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老板 如果再想抛出优厚待遇的话 不妨可以单膝跪地啊 不敢不敢不敢 来陆宁星 小乐 我觉得我很被你骄傲 原因是我也是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的 所以我是你的师姐 我会给你的职位 是我们品牌部的策划专业 你会有机会 跟全世界最好的优秀的品牌 去给他们提供策划方案的支持 王文刚 你的祖籍是不是青岛吗 我一个山东人 好吗 这是虚的 东北人吧 有一个特别虚的 东北 祖籍山东啊 你可以作为我的私人助理 跟着我去管理这家公司 看我在运作上的所有经验 你的方向不定 给我个机会 在三年之内 让你成为一个总监岗以上的 优秀的职场女性 好 一刀比一刀猛了啊 接下来听颖风能抛出点什么 咖啡机给你准备了岗位 可以先进入迷你的项目 里面做项目助理 那么明年很有可能 你可以自己 亲自建设一个明星子品牌 成为真正的项目负责人 工作地点北京 北京 谢谢 段东 我给你的岗位158同城的管陪生 当然在前半年 你做我的助理 那么在这半年礼拜 你会跟我一起参与 跟腾讯的合作项目 工作地点在北京 他从来没放过这个职位 今天第一次放出 我跟你讲 我在外面很少去直接招助理 我只希望助理呢 他有专注在业务的经验上 而不是一个助理 好的 东军 我就直接说职位吧 哎呦 哎呦 那通灵珠宝呢 给你提供两个职位 供你选择 第一个职位呢 是我刚才说的 柏林电影节项目的管理人员 当然刚开始会有人带 因为这项目非常的大 另外还有一个一个岗位呢 就是我的外事助理 因为通灵珠宝呢 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一个品牌 我们本身有非常多的 和比利时的这个工作联系 另外我在这里也向观众们宣布一个 我的一个好消息 比利时国王王室将授予我一个骑士勋章 表彰我对比利时钻石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包括表彰我这个在行业里面的地位 那如果你做我的这个外事助理 也会参与到这个授云的这个仪式 说你们这些老板怎么这么小家的戏啊 观众都鼓得掌 你们都不祝贺一下人家东军 来 鼓掌 那么应该说你进入通灵珠宝 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欢迎你通灵珠宝 谢谢老师 好 来 豪颖 主要是我的助理 我从入职十几年的时间啊 我工作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给自己找个助理 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要找的助理 他要很懂我 他要能跟得上我的节奏 他要能够复制成第二个我 我至今为止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 直到我遇见了你 所以我希望我能手把手地教你 然后我相信 你在很短的时间真的就会超过我 你瞧他们把你赞美的多好 不敢不敢 真是今天 但是我突然在想 那作为推荐人来讲啊 就是推荐了这么靠谱的一个求职者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奖励啊 我们给你发一个骑士勋章 骑士勋章 打算表示感谢 栏目组 让我代表栏目组给你个碗 你要不要 今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手绳了 来 直接 大家都在说优点 我说两个缺点吧 这个确定不是你的 是我的 第一个在场年纪最大的是我 第二个在场学历最低的是我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伤是 当我见到外国人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说话 所以我一直想学英语 但没有时间 也没有好的老师 我缺一个懂英语的助理 也缺一个懂英语的老师 我缺一个助理 谢谢 周上文 周上文网是一个留学门户 跟我们英语和市场团队把这些活动 承办下来 增华 我觉得你确实非常适合 从一个就是种子里助理的一个角色开始 你的助理啊 对 是 增华的助理很需要 很适合 来 看梅向荣最后电后 他能扔出什么炸弹 赵乐 我是这个青岛的女婿 青岛的女婿都出来了 青岛的女婿 我太太就是青岛 我上十几倍好像在青岛中国 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个盖奶饼干 有 有 有 那就是我太太她老爷的成业 哇 用吃的来勾引 所以这个盖奶饼干的回忆啊 一定会给你很深的印象 我希望你到我们这来呢 就是加入到银河海外 中兴来 那么在任何一个子项目里面 你都可以做我们的项目主管 还是你直接对我负责 你要是真想把他抓到手 你就单膝跪地 不敢 不敢 不用 不用 真的不用 这个 有一点发张 但是有点 抢人 我不要 刚老师 就他动手吧 好 接下来有双膝跪地 记得吗 十二个老板 据我算已经出了八个助理 已经有八个人是要招你助理 大多数都是他们本人的助理 还有董事长助理 所以说这就是非尼莫属舞台的魅力 普通的招聘 基本上都是这个员工啊 就这个求职者八截的老板 这儿有老板巴结的求职者 就是言楚楚地看着他来灭自己的灯 却欲罢不能 给我们的求职者一种很大的惬意和快感 来 十二盏灯灭掉其中的实战 留下两盏 回到这儿 请 谢谢您 师傅 谢谢您 师傅 谢谢您 师傅 没有 没有 不敢 不敢 陈昊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 懊恼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 非常感谢您 谢谢 谢谢 也只欢迎你过来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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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 非常感慨的音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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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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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赵乐 你这个留下一个漏网之余 是不是就因为他给你单期贵了一下 没有 给了他一个面子 不是 我 是盖奶饼干的回忆 来来来来 你从小时候就有的回忆 就是跟海外关系 比较就是联系比较密切的 我会比较喜欢 第二点是 其实我也知道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老师 就是这次这么 这么 就是真的是 呃 非常的受宠若惊 然后 因为各位老师 呃 各位 各位老板开出来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诱人 但可能我怕其中有一些职位 我胜任不了 所以我还是想从 就是从底部 一步一步的做起 然后实大实的一步一步走 这女生 这女生是真正的做到了 宠若不惊 她一点都不跳 你看她现在脸红 脸不红心不跳的 倒是有些老板 倒是脸红了 特别清晰 知道自己的位置 我觉得你在若干年后 你应该会超过她 没有 没有 不这样的感觉 我想做个调查 就现场这些老板们 就是被灭的 他们支持赵乐 到底去东军那儿呢 还是去银科律所 当然是不准 我先回答吧 我先回答 不 请那儿去啊 等一下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所有的老板 支持东军的 请站到东军那边 支持向荣的 请站到向荣那边 我支持没向荣 来 站到她身边去 这闻略新的事 别急我们干 来吧来吧来吧 谁都不支持的怎么说 要大气一点吧 不支持的能站中间吧 可以 我们的中间 你说那边人太多了 你支持东军是吧 中间有点孤独啊 剩下的都弃拳是吧 感谢一个重庆的事 深信的都在那 写下你们的薪酬 我们在疗伤呢 写下你们的薪酬 写下你们的薪酬 这个工资 呃 在这里可能是不公平的 在市场上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公平的 东军也很优秀啊 这个通灵之外 是很好的企业 包括它说的项目 都很高大上 实际上我们最近呢 也在12月3号 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是邀请了 中国企业家 参加希拉里的晚宴 这个活动是我们 迎客来组织的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 国际场合 我们国际的商务活动 都是应该来举办的 那么这个 至于说这个工资的高低 那么每个老板 都会有不同的解释 因为怕 让你沉稳的压力 但是像你这样优秀的人 你怕吹出什么压力呢 对吧 其实啊 说句实在话 今天我们的水平有点低 老板抛出的诱饵有点low 没有 如果是一般的求知识 抛出各种优惑的条件 或许真的可以吸引 这个女孩真不一样 两句话可以形容她 去留无意 先看亭前花开花落 宠辱不惊 慢随窗外 云卷云疏 你所有的诱饵 在她这根本不起作用 她心里非常坚定 知道该去哪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 说一些真诚的 对她的认可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抛诱饵 所谓的高达上 什么希拉里的晚宴 比利时的什么什么 没用 我告诉你对她来说 只有真心 才可以起作用 我非常信任她自己的选择 好吧 来 建筑你自己的决定 通灵珠宝 迎合绿云 或者是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通灵珠宝 去吧 我选择通灵珠宝 你给她抖一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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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最后就感谢她 谢谢我们 你给她抖一择 我给她抖一择 你给她抖一择 你好